最新的赛事 台湾蜻蜓竞速选手赖冠杰 传出是在八强止步 最新的情况再交给蓝玉明 好 视频主播为你锁定巴黎奥运赛事的最新消息 来看到在今天登场的蜻蜓竞速竞速1000公尺项目 我国好手赖冠杰在今天八里时间上午的时候 是小出了试分出的成绩 这个成绩当时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准决赛 得从八强赛继续的来努力 努力的话这个比赛是会从每一个分组取前两名来晋级 其实可以看到他的成绩不断在进步 来到的这个比赛最后一个阶段 他是以3分58秒79 其实已经是他最好的成绩了 不过这个成绩真的比较难在这个领域上来拼一下 最后排了分组第四 无愿意分组前二来到了四强 但是虽然说没有办法晋级 但是赖冠杰已经创下了中华史上 在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在杭州亚运拿下金牌的成绩 也不过才4分17秒 但是来到这个国际大赛场 也就是欧美战场也加进来之后 这个一开始上午的时候 4分03的时候 都是没有办法直接晋级 来到下午的赛事 其实已经有到4分钟之内了 不过很可惜 最后再分组还是排名第四 根据规则要前二名才可以晋级 那也确定赖冠杰本届的奥运 是没有办法再往前堆进 不过其实这算是一个划时代里程碑 因为今年的轻挺竞速 包含像G6竞速 有张竹涵还有吴绍璇 那接下来还有看到赖冠杰 一共有三个人来到了 这个属于欧美选手的战场 虽然说没骂晋级 但是这样的成绩 已经让他有机会 可以继续努力备战 接下来的2026名古屋亚运 将镜头还给棚内 李洋王麒麟夺得金牌 而今天一早 他们也飞回台湾了 擅长粉丝处勇 玩如大型见面会 而王麒麟女友陈诗员 一早就现身机场来接机 两个人一见面就年梯梯放闪 就是这一刻金牌英雄回来了 我国宇宙黄金男双 李洋王麒麟一抵达台湾 粉丝们夹到欢迎 空服员也忍不住狂拍 还上演撒狗粮场景 这可以播吗 王麒麟一见到 啦啦队女友诗员 甜蜜亲捧她的脸 最后两个人甜蜜蜜手牵手 让诗员超害羞 还有搭手不踢的时候 也忍不住摸女友的头 一下飞机就遇到 见到她但是非常开心 一起去吃顿好的 之后有什么消息 就自然会让大家知道 那今天有特别准备什么 准备我 我本人 还是会有点期待 但是就是自然发展的 另一头李洋本来还在喊 没看到女友来接机 不过这不就来了吗 青龙女友一起合影 有机会的话 看可不可以参选 雨协的理事长 看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 可以得到身为选手的帮助 这样 不只从金牌国手 变教授 还要竞选雨协理事长 而大宝贝王麒麟将迎来新搭档 在此之前要对李洋来一段告白 不管是赢球输球都一起面对 所以我觉得能有他在身边一起奋斗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 讲得挺好的不觉得吗 对我觉得就是搭档之间本来就是 赢也一起赢输也一起输 大宝贝在讲 李洋在旁边比爱心呼应 王麒麟也说要征战第三次奥运 大战后终于回台 两人也要花时间配家人 出去 那当然是很希望可以吃到 自己家人煮的饭 目前还没有确定什么时候会进门 但应该是一定会回去的 李洋配光荣归国 宛如大型粉丝见面会 小学弟妹们也手作海报和看板画虾 替李洋拉台人气 风光街机英雄归来 一片新闻 董明浩张志明张慧仙 S小组讨论报道 而李洋一回到林口住家 就有大批社区的民众跟粉丝应援 李洋住家内部也曝光 包含跟女友常常一起坐在地板上吃饭 还有提到未来到国体大任教 自己应该也会是个超严厉的教练 李洋 李洋 世界冠军 鞭炮声想个没完 社区相亲全都来了 就欢呼声 让羽球金牌国首李洋 笑到何不容嘴 现场还扬起国旗海 很辛苦你们 很感谢有你们 希望未来 可以去各个学校跟大家交流 李洋林口住家 上百位邻居早就卡位 而家中画面也曝光 我跟我女朋友就很常坐在地板上 就这样 就这样看着电视 然后就吃 开箱 李洋住宅 还有一区专门放展示品 由粉丝们送的礼物和收藏品 而今年九月后就要回归 到国体大当金牌副教授 李洋说自己会超级严厉 我超级严厉的教练 我是一个 我应该是一个 在工作场合很凶的教练 但是在结束了工作时段的话 应该是一个 很喜欢乱讲话 很喜欢可以很亲近的教练 李洋到国体大教书 薪资也曝光 担任副教授级专业技术人员 月薪九万元 让网友们直呼太少了吧 应该要九万美元比较合理 但国体大解释 主网块是依据薪资规范制定 未来评鉴生等变成教授级 薪资自然也会提升 至于李洋说 不只教书想参选羽球理事长 李爸觉得儿子是因为热情 李洋巴也秀说 在巴黎跟李洋两人相拥照片 一拍拍把儿子训练成金牌国手 如今即将退役 依然以李洋为荣 TV新闻张志明张慧先 台报道 而王麒麟回台之后 有家人亲自接机 啦啦队女朋友陈诗源也早早就来机场等 不过两个人高调放闪 似乎有一些网友不满 直呼低调才会长长久久 这让王麒麟霸气呼爱 王麒麟光荣回国 爸爸弟弟都出动 家人帮忙搬行李 旁边还有大批粉丝促友 人实在多道报 但王麒麟不忘关心女友陈诗源 好不容易坐上车和女友十元坐一起 不过两人高调放闪 却引来网友谩骂 有人说低调才走得远 不过啦啦队气质也就如此 王麒麟立刻互爱 直呼请不要这样 我女朋友很棒 也跟网友说两人会长长久久 更发现实动态po合照 说被我强制来接机的女子辛苦了 能下飞机见到你真的好幸福 王麒麟回家后也贴出一连串合照 包含拿两件奥运金牌 还有说跟我的金牌老爹 金牌老弟 冠军阿姆干妈 最后加上女友十元大合影 吃牛肉面 回家前还先到行天公还院 而李洋跟王麒麟机场这段画面 也引发话题 两个人拿着金牌 左看右看认真研究 到底在看什么 后来王麒麟亲自解答 是在研究金牌不能放在一起 敲到会擦伤 可爱花絮也引起网友热议 体验新闻张智平张慧先 台报道 今天回来的还有羽球好手戴姿颖 那么收到了高雄家乡味的饭团 原来是市长陈其迈特地找专人送达 扫戴回到高雄住家后 也特地献身跟粉丝打招呼 才刚到家几个小时 除了陪伴家人 还有接待访客 戴姿颖全程神采异役 原来他回程已经先在飞机上补棉 而且还有机长的管播加持 今天听到机长的话 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其实我的特别长 对对对 我有认真听 另外下机后还立刻吃到 最爱的台式饭团 原来戴姿颖的班机 在上午7点多抵达桃园机场 高雄市府接机团队就提前准备 让他在车上裹腹 一落地就可以有爱吃的早餐 因为我在机上睡得太熟 没有吃到早餐 所以看到饭团很开心 但一比赛完心情能这么轻松 都要感谢家人的贴心体恤 应该出发前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的状况 但是在比赛的时候 其实家人是会很贴心 不要不会打扰我这样子 不过被问到接下来的复兴节 是否有准备礼物 她的回答相当坦率 没有 我们家没有再过节日的 只有奶奶的生日会过 就是只要家人相处在一起 就是很开心的 小大姐加油 不只家人开心团聚 粉丝也感同身受 7号中午高雄的家门口 陆续有人聚集 有年轻的小球迷 还有阿嬷级粉丝 更有人四字海报表达力挺 其中有人对她下机时 长发皮肩的造型 耳目一新 只是想要再看一次 看我的心情 虽然最后一次奥运场上 没能拿下奖牌 但戴志颖的奋战精神 大家已经全看在眼里 TVBS新闻爱造险宋家娟 SNG小组高雄报道 在巴黎奥运结束之后 小戴说不可能没有退役的一天 而现阶段会专心养伤 至于明年的规划还没决定 蕾杨在社群平台晒出两个人的合照 小戴说以前很少有机会聊天 现在发现两个人 其实很多想法很类似 没有特别去 就是定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对就是先以每一场比赛 然后跟训练的计划去做调整 走在一年前 戴志颖参加高雄的活动 就不断释出要退役的消息 但粉丝们都很舍不得 不可能没有退役的一天吧 有很多的受伤对 然后需要时间一些时间复原这样子 非退役不可的理由 也因为左右脚都有伤 小戴也曾透露在参加巴黎奥运前 有几天都无法走路 伤势更影响到后续生涯规划 我目前先把伤养好 然后准备后面的比赛这样子 明年还没有决定 大概不到两周还有日本公开赛吧 然后但还要先看自己的状况 复原的怎么样 巴黎奥运和泰国好手 伊瑟农对决成为奥运最后一战 其实小戴从国小开始 征战国内外赛事都有留下纪念 国际赛是2007来2007 每一届都保留队了 每一场战役都有 选手阵一张张小时后的青色照 到过关斩将拿下各项奖牌 面对外界不舍他最后义务 小戴很坦然 而聊到同样有退休规划的李洋 也献上祝福 我之前可能比较少跟他 就是有机会一起聊天 然后可以一起聊天的时候 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想法 是蛮相似的 因为他之后也要就是退役 可能去当老师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对 但是就也希望他的工作 还是什么都很顺利 现阶段只想好好休息 两周后还要迎战日本羽球公开赛 先全面疗伤 再来思考下一步 陈金女将林玉婷确定保底同牌了 但是距离最终目标金牌 剩下最后两战 首先在明天清晨四强赛 将对上土耳其选手 对手曾经在欧锦赛拿下同牌 而玉婷的高中教练也分析 对手属于强攻型的选手 要小心被采放 来到了奥运赛场上 大家都想赢 看这个影片去检讨去勤收 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也制定出最好的策略跟方案 距离金牌只剩下两战 女拳手林玉婷将在台湾时间 8月8号凌晨 对上土耳其选手卡拉曼 对方唯一国际赛战机 是2016年的欧锦赛同牌 东京奥运直播八强 但她是属于强攻型选手力量速度加 要小心近身残暴 那你跟她残暴 玉婷她的距离比较长 那可能就没办法好好的施展 她要打的拳 多一点试探 多一点假动作 然后来回出拳的时候 就不要太多的犹豫 独胜关键是控住距离要进攻 还有小心要稳住节奏 她就是要让你陷入她的节奏里面 要跟她缠斗 要跟她互相对打 一直跟她击打的话 可能优势上面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如果顺利赢下比赛就能坐赢望金 可能的对手游走主攻型的 菲律宾皮特西欧 就是让玉婷在东京奥运 首轮爆冷出局的选手 虽然亚运有成功训齿 但还是得要多提防 另外还有波兰的朱莉亚 相关资讯比较少 但高中教练建议可以多试探 善用反击拳 掌握不调 不被对手引小 林玉婷虽然保底铜牌 但立拼要把奖牌颜色再升级 完成梦想 这一遍新闻 李建伟家庭台必从报道 林玉婷纵使连日来 频频遭到对手阵营 操作性别争议 迎接四强赛之前 她透过视讯表示自己的心情 其实一直很平静 而中防奥会为了力挺 她也已经围请律师 向国际全总寄出警告信函 强调不排除提告 这是在干嘛 练习吧 练习 在练习 像模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 在女子57公斤级四强赛 登场之前 立委苏小慧通过手机视讯 全局过手林玉婷打击 邀请大家陪她一起熬夜 毕竟四强赛前 李玉婷仍待在全关准备 不嫌累 也请委员代委转告 谢谢大家祝福 用平静的心情 备在接下来的赛事 因为连日来 凭遭国际全总质疑性别 如天中华奥会发声捍卫表示 以委请律师发出警告信函 给国际全总IBA 并保留法律追溯权 后续将与国际奥会 紧密沟通联系维护 选手参赛权 国际奥会认为林玉婷选手 性别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也都一直在比赛当中 我们给林玉婷加油 不排除对全总来做一个提告 若国际全总持续以不当手段介入 体育署不排除提告 并提供适当协助 而国际奥会也硬起来 强调若国际全总再不进行组织重整 2028洛杉矶奥运将不会再举办拳击 对国际全总公开抨击 同时国际奥会也呼吁 其他全级组织应该团结在一起 只是想要为国灾机意外卷入 国际组织角力中心 但力挺代表中华队的林玉婷 此刻万众一心 好 巴黎奥运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后段赛事了 包括了跆拳举重项目陆续登场 更多的赛事消息交给法国特派记者 蓝玉民 于兴海 好 谢谢主播 我们来看到巴黎奥运已经进行了中后段赛事了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举重赛事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8月8号这一天 举重女子49公顷 在凌晨1点半的时候要登场的是方婉玲的比赛 接下来再看到是在 全级女子57公斤级 也在3点半的时候 林玉婷要来出征四强赛事 另外跆拳道女子57公斤级 将在下午的3点09分 罗嘉玲要正式来登场 另外就是我国另外一个夺牌希望 也就是举重59公斤级 郭信纯也要来挑战一下下 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些选手都要陆续出赛了 其中林玉婷在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可以从新闻看到 饱受性别争议的影响 但是没关系 他现在已经专心的在备战 不管国际权种怎么凹 怎么那样乱掰 林玉婷就是用手中的拳头 去发泄他心中的不满 因为我们回到竞技场上 我们就是以性计来论真章 另外可以看到罗嘉玲 这次也来到了运动赛场了 他的教练刘冲塔之前也表示了 现在罗嘉玲是与伤共存的情况 目前来说 其实状态都还算在调整当中 所以仍旧有机会来拼看看 上一届最佳的东奥个人同派成绩 另外在郭信淳的部分 同样也是与伤共存 而且可以看到 因为现阶段在中国大陆的崛起 他的强敌罗斯芳 现在比较年轻 所以这个成绩是只追 当年郭信淳巅峰时刻 目前来说 他也被外界评为是金牌大任门 不过没关系 因为郭信淳毕竟还是有实力 跟经验存在 这次还特别找来了 中国籍的高教练 特别的来加强训练 所以虽然说 可能没有办法上巅峰时刻 抓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但是都还没有开始比 而且教练也说 可能会有一些秘密战术 郭信淳仍旧有机会 可以来冲击奖牌荣耀 那目前来看 整个状态 整个中华健额 在后段赛事 也慢慢的要加温 希望可以在奖牌榜上继续的创出 更好的成绩 主播 组中女神郭信淳带商出征 巴黎奥运 她在里约拿同东京夺金 已经完成奥运 亚运施锦赛 亚锦赛和士大运金牌大满贯 三十岁的她第四度 站上奥运殿堂 希望身体的稳定 就是伤势的稳定 这样就好了 就是也不会说刻意的去做 刘教练说 大家当然都希望郭信淳 能够奥运金牌二连霸 但最重要的还是保护身体 认为这次做二望一 没问题 但中国大陆好手崛起 二十三岁罗斯芳 是去年试锦赛 一口气横扫三面金牌 他打破郭信淳世界纪录 奥运积分排行榜高居第一 是头号劲敌 台湾举重队在奥运史上 已经拿过四金二银四铜 2008年开始连四借夺金 希望今年巴黎奥运 能够连五届夺牌 台湾三位举重女将将在八号凌晨起相继出赛 除了选手们拼实力 教练更得斗志 在数字上耳鱼我诈 靠战术力评胜利 TVB的新闻刘俊宏 也看不到 好 那么2024这次的巴黎奥运 首次把Breaking霹雳舞 列入比赛项目 全球负责人赛事主席 还是台湾人的陈伯军 现年40岁的他 武林已经29年 常在世界各地 推广霹雳舞 黑白色系服装进到舞池 每个地板动作都把全场迷得 目不转睛 足迹遍布全世界 就算现在隔着一幕看 也想喊声 他是来自台湾的B-BOY陈伯军 不只是名舞者还是2024巴黎奥运 Breaking霹雳舞项目 全球负责人 身兼赛事主席 故事得从七年前 七年奥运说起 那时候就开始筹备 那到两年前 我正式接下了 所谓这个霹雳舞项目的负责人 那就跟全世界的这些霹雳舞者 或是单向协会来做沟通 林林总总工作不少 更何况这次是霹雳舞 首次在奥运亮相 还有来自五大洲的选手 评分项目有一个标准 叫做多样性 美国选手他们通常 就会在多样性里面 会有很好的表现 通常亚洲选手把技巧性 发挥得非常非常的高 是B市场精彩大秀 而能看到全球B-BOY B-Girl 在五环殿堂 对武林已经29年的陈伯军 何尝不是一个人生里程碑 其实他本来被老师认为是问题学生 但后来爱上跳舞 17岁就成立了HRC羽团 30岁举办霹雳舞大赛 也到了50多个国家比赛 当裁判做教学工作 更曾在2021年获得总统文化奖的 青年创意奖 现在跳街舞已经可以成为国手 跳街舞可以获得总统文化奖 谢谢总统文化奖的鼓励 让我的父亲认同了我 没想到有天曾被不重视的次文化艺术 也能走到这一步 陈伯军不喊辛苦 让家人甚至全台湾人都为他骄傲 也希望可以把这份努力献给 献给全世界 献给台湾 TVBS新闻采访团 对法国巴黎采访报道